好 那我们有时候呢 文字也需要做一些处理 那么您到我这边也好 其实它也有线帐服务的部分 也有线帐服务的 只是我现在是用APP的方式 这个 来 看到这样子的图 你有没有觉得有点熟悉的感觉 不确定 打开来 这种图啊 请问 你有没有觉得有点熟悉的感觉 有些时候我们在文圈品上 或者是网页上 甚至书里面 还有影片里面也常看到这种 就它把很多字就组合起来 那这个APP呢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部分呢 是有APP 如果您是那个iOS的 您的那个版本 就是您手上那个版本 是没有iOS那个资料 其实iOS也有一个APP 就是苹果的 我把它放在那边 等一下您再看一下 那这里的话呢 您可以从这边 下面这里 你可以自己决定 你要哪些字 自己决定 这些中文都OK 这样有看到了吗 有没有 你看你要哪些字放在上面 放在上面 那你就自己把这些 把它增加进去就好 哪些不要的你就把它删掉 你把这些字加好了 现在呢 它出来就有 那颜色不喜欢 下面这里有个颜色Color 你就看你要什么颜色 什么样的色系 你选好了之后回来 有没有就变了 还是你比较喜欢手工的 手工的就是打完这些字 大小自己调一调 颜色自己变一变 总有一天你也会成功 只是这个字数快很多 所以你可以像这样子 那万一你都没有什么好的idea 怎么办 你说我都不会调色啊 就告诉他 任等一下 随机一下 他就帮你随便挑几个出来 好 挑几个设计出来 然后你去看看说 这样子喜不喜欢 有没有这样就马上就变了 可以像这样子 那尺寸的部分呢 也OK哦 你看 你看我们在下面这里 有没有 我现在是进到这个尺寸 有一个size 点一下 如果你要比较大一点的 这马上就变了 那你的那个字排在前面的 排在前面的 他的权重会比较重 所以那个字会比较大颗 就是我们刚刚在那个 这个文字列表里面 如果你想要把他排到前面 你就按着他往上拉就好了 往上拉就可以了 所以像这个 其实我觉得 用到机会也有了 那下面这个字型的部分 主要还是针对英文 中文的部分 可能变化就比较没有 所以你可以像这样子 挑看看哪一个字型 你觉得比较喜欢的 挑一挑就好了 所以其实这个都还蛮快的 都还蛮快 因为偶尔会有需要用到 等于说我们在设计里面 现在不管你是在网路上也好 不管是在就是一般的这个APP里面 你可以找到很多元素 那除了说你直接用照片 方式加入以外 很多像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人像的 你的那个要什么装饰啊 有没有 加个帽子啊 还是说你要加什么图进来 都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找 等于先透过这个方式 我们把素材做好就OK了 那如果您是iOS的 您也可以找一下这个关键字 在这里 你一样找这个 WOW CLOUD就可以了 在APP Store上面 对对 APP Store上面 iOS上面 你也可以找这个 他也有一个 他也有一个 那我刚刚那个是主要是Android系统上的 Android系统上的 好